我们这边来介绍高阶偏导数的一个观念 那么首先我们假设一个函数f of x y 这个是对 x 跟 y 都是可为分的函数 那么我们把它的符号的话呢 先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这边 f 我们这边写一个小 x 代表的是对 x 来偏尾 这地方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习惯的这个符号 因为这个符号写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对 y 的话来说的话呢 这边是写小 y 那就代表的是 对 y 来偏尾 那么何谓高阶偏导数呢 就是连续为分两次或者是三次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假设写的是 x x 那代表的是怎么做呢 这边已经是对 x 偏尾了 我们再对它偏尾一次 这个前面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运算子啊 operator 然后我们这边是对 f 偏尾一次以后 再偏尾一次 那这边我们写一下 yy 各位同学应该就不会有困难了 yy 的话呢 就是 好 那现在的话呢 还有一种情况是 x y 那么如果说各位同学看到的是 x y y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有一点顺序的差别 这边是先对 x 偏尾 再对 y 偏尾 那么我们写法是这样的 先对 x 偏尾 我们这边写的是 先对 x 偏尾 再对 y 偏尾 我们的习惯的顺序是这样的 先对 x 偏尾 再对 y 偏尾 先做里面 再做外面 这边就写 x y 那么相对的 y x 它意思是 先对 y 再做 x 所以我们这边要写的是 里面是先对 y 再对 x 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途呢 这个在双变数函数的情况之下的话 对于高点低点还有安点的情况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判别式 而判别式又用得到我们这个高阶的偏导数 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个例题 让同学熟悉一下高阶偏导数的一个计算的方法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 f of x y 是 3 x 平方 y 的四次方 那么 x x 就是连续对 x 偏尾两次 那怎么计算 我们先对它 x 偏尾 那就变成了 这边是对 x 偏尾 就变成了 6 x y 的四次方 y 不要动 这边做了一次 我们的话这边做一个记号 再对 x 偏尾一次 那就会变成了 6 y 四次方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来做的是第二个题目 x y 那么就是先对 x 偏尾 再对 y 偏尾 对 x 偏尾之后是 6 x y 的四次方 现在对 y 偏尾 偏尾 那是多少呢 这边 y 的偏尾 4 6 24 这边 x 偏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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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 x 不要动 y 偏尾 偏尾 做完之后再对 x 偏尾 做完之后再对 x 偏尾 这边就变成了 2 一下去就变成 24 x y 的三方 y 偏尾尾 y 偏尾尾 做完了 y 再做一次 y 那就是 是相同的 那么是不是 y x x y 这两个的话的连续顺序对调 是不是答案会一定一样呢 其实答案的话不一定会一样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一样的 它是有条件的 那么我们会专门的来介绍 x y y x 这两个的话顺序对调了之后 会有什么情况会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阶偏导数的 一个计算的方法